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听不信之人的祷告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信徒可以不遵守神吩咐他们的规则 或嫉妒非信徒 好像非信徒应得着祷告所求的获得极大的利益 我们以上说过 虽然雅哈王的暂时悔改是虚假的 神却因此施恩给他 这是为要以此为证 当他的选民真实地悔改求告他时 他是多么乐意垂听啊 因此在诗篇106篇中 神责备犹太人因他们虽然看见神垂听他们的祈求 却在不久之后又重现他们本性的顽固悖逆 世诗记的史实也清楚显明这一点 每当以色列人流泪时 虽然他们的泪水是虚假的 神却仍救他们脱离他们仇敌的手 就如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照样他也不轻看那些理由正当被恶待之人的泪水 然而神虽然有失听恶人的祷告 这与救恩毫无关系 就如他将阳光与水与五谷食物赐给那些藐视他良善的人 另有一些难题 亚伯拉罕和撒姆尔的祷告似乎令人困惑 亚伯拉罕虽然没有神的吩咐 却为索多玛人祷告 撒姆尔虽然神已经弃绝扫罗 却为扫罗祷告 同样的耶利米知道神要刑罚耶路撒冷 而他求神不要毁灭耶路撒冷 虽然他们祷告未蒙应允 但我们不可论断说他们的祷告没有信心 我们相信谦逊的读者必会明白 他们祈求是根据祷告的总原则 就是神吩咐我们怜悯那些不配得怜悯的人 因此他们的祷告并非完全没有信心 虽然在这些事上他们所求的与神命定的结果相反 奥古斯丁说 当圣徒有时祈求那与神的玉指相悖的事实 怎么说他们的祷告是出于信心呢 这是因他们的祷告不是照他隐藏且不改变的旨意 而是照他们所领悟到神的带领 这是神护理在他们心里运行的结果 目的是以另一个方式垂听他们 这是神出于他的智慧 神照他测不透的旨意 调度万事的结局 而圣徒的祈祷不是完美的 有信心和错误混杂在内 却不致落空 因我们祷告是求神的旨意成就 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按他的旨意 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以夫所书三章二十一节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